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本节课要带大家走进三个中国少数民族 了解他们的民间舞蹈艺术 走进的第一个民族是 歹族 歹族人民勤劳勇敢 温柔善良 是一个水一样的民族 他们礼貌温和 外柔内刚 有时似圈圈的细流 温柔而细腻 有时像大江的洪流 温柔而澎湃 歹族的舞蹈 也充分反映了 这一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 歹族舞蹈的动作 虽然大多都阿挪多姿 节奏较为平缓 但是有外柔内刚 充满着内在的力量 歹族舞是歹族古老的民间舞 也是歹族人民最喜欢的舞蹈 流行于整个歹族地区 以瑞丽县和耿马县 猛定的孔雀舞为代表 而且有不少 以跳孔雀舞为生的 职业艺人 他们模仿孔雀 飞跑下山 漫步森林 饮泉细水 追逐嬉戏 拖翅 斗翅 斩翅 攀枝 开展 飞翔等等 歹族的孔雀最为常见 在孔雀舞的表演中 时而节奏缓慢单一 动作舒展 感情内在含蓄 时而节奏快速多变 动作灵活跳跃 感情狂放而豪爽 好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个 歹族舞蹈作品 我们感受到了 歹族舞蹈动作的 阿罗多姿 他节奏是非常的平缓 其实 歹族舞蹈也有灵活 矫健 敏捷 并且充满阳刚之气 比如说 向脚鼓舞 刀舞 拳舞等等 歹族舞蹈 以特有的屈身动力 形成了手 脚 身体 三道弯的造型特点 以刚柔相继 动静配合 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 深受大众群众的喜爱 歹族的居住地 大多于缅甸 老挝 越南等国接壤 歹族人民 善于吸收 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华 并能够融于 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中 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歹族舞蹈 品种繁多 形式多样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欣赏一组 歹族的组合 观察一下 歹族舞蹈 标志性的三道弯 歹族舞蹈 优美 轻盈 轻盈 朴实 矫健 情感表达 十分的含蓄 跳舞时 下半身 多成半蹲的状态 身体 手臂 下肢 每一个关节 都有弯曲 形成了特有的三道弯的造型 第一道弯 从立起的脚掌 到弯曲的西部 第二道弯 是从西部到跨部 到倾斜的上身 那么说到歹族舞蹈 我们绕不过孔雀舞 孔雀舞是歹家最喜欢 历史最悠久的民间舞蹈 也是歹族人民审美特征的 生动的具体的表现 最初有男子 跨着道具跳舞 舞者 头上戴着头盔和假面具 身上穿着会有孔雀羽毛的 花纹衣衫 腰部细上用彩纸 或彩绸扎成的 雀身和雀尾 表演时 双手拉着牵引着雀尾 以其舞动起来 毛巷是歹族农民中成长起来的 我国第一位 歹族民间舞蹈家 歹族第一代的专业舞蹈工作者 歹族舞蹈家 毛巷率先改革了笨重的面具和舞具 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民族舞蹈的动作和技巧 如 汉族的圆场舞 蒙族的碎斗尖等 1957年 毛巷和白文芬表演的双人孔雀舞 在苏联莫斯科 在苏联莫斯科 荣获了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 和平与友谊 联欢迎奖 歹族著名的舞蹈家 刀美兰 他表演的孔雀舞 以深厚的艺术造诣 和优美多姿的舞技 闪烁的璀璨的光芒 被誓为 歹家的惊恐雀 到了八十年代 著名的舞蹈家 杨丽萍 创作表演的独舞 雀之灵 以出神入化的表演 摘下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的桂冠 美丽的孔雀 使艺术的舞台 更加的绚丽多姿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舞蹈家杨丽萍的经典之作 《雀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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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 《雀之灵》 《雀之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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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讲究男子舞蹈的强健骁勇 女子舞蹈的端庄典雅 这种鲜明的艺术风格 是蒙古人民的审美心理所决定的 他们把强悍骁勇作为一种品德来崇尚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艺术形式的强悍 蒙古族舞蹈的动作韵律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肩部动作非常的丰富 要稳重 强调下沉的力量 蒙古族舞蹈的基本体态 是挺胸 立腰 上身稍向后傾 后背略向后靠 仰头 颈部稍向后枕 手形是四指伸直 并拢 拇指稍翘自然旁开 五个手指在一个平面内形成板手 插腰为一字插腰 好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蒙族的筷子舞 战 战 战 我满满,满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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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猛足还有一种 较为常见的舞蹈 叫中晚舞 我们来欣赏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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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